后期两周结束 基本上赞助 对法拉利来说 今天这套自由操难度确实不大 但是我们给大家介绍过 他在16岁的时候呢 曾经是代理了意大利的女队 走向过辉煌 但是之后一直是因为有伤病的困扰 所以呢在过去的两年的比赛当中呢 都没有能够有很好的表现 这个女子的规则 她是要求每 高低杠 自由操分别有 八个动作来组成 其中自由操 必须要有五个技巧类的 三个以上的 舞蹈动作来组成 这也就是说 你一套动作不能无限制的 去做更多的动作 法拉利今年已经20岁了 我们最后一次在比赛赛场上看到 他是08年的这个 这个 北京奥运会当时呢 他个人权能是11名之后 参加了一些比赛都不是特别重大的比赛 也参加过了一些世界杯的这个 系列赛 还有这个欧阶赛 在这轮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各支队伍 比的项目不同 比如说第一第二名俄罗斯和中国队呢 比的是跳马 第三第四名美国和罗马尼亚呢 比的是高低杠 然后到了第五第六 英国和澳大利亚 比的是平衡目 每个国家呢 都是各有三个项目打头 你比如说 现在第一名第二名的俄罗斯和中国 跳马 是俄罗斯 在前面做 到高低杠 就是中国队在前面做 然后再做 后面两个项目 也是这样同样的一个轮次 好 现在呢 到中国队比跳马了 首先出场的是江玉元 他的动作的编号是五四三五 起评分是五点八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四三四 按规则呢 如果你翻错这个号码以后 也不扣分 好 反正非常出色 从这个落地上来说 仅仅一小跳 顶多规则扣0.1 从这个中心轴 当然我们电视画面给的很丰富 你看它基本上是在中轴之内 这样的可以不扣分 如果一 它有三条线 中线是就是正中的线 如果一只脚出了那个边线的话 就要扣0.1 如果是有一只脚比较大的就是0.3 如果两只脚都落在界外的话 就要扣0.5 这是对中轴的一个扣分的三条线的一个要求 是的 那么这条中线是以前前几年都没有的 在近两年开始是在跳马的落地区给它再画出了一条中线 我们看交易员它的空中的高度也还是动作比较完整 它没有分腿 现在落地区成一个T状就是放射型的越往远越宽 落地的落地的你的这个范围就更加富裕 因为跳马进行改革以后 现在的撑马不像以前的就是狠马的话就撑手 那个区域比较小容易这个运动员不容易发挥 现在这个撑马的位置比较比较大 所以说他就要求你尽量的准确要一定要落在中心线上 要你撑到边上当然不会出危险 但你会落到垫子的边缘上 这样的话就要求你动作更加的准确 江一元得了14.90分 我们给大家介绍过的跳马项目 如果光从难度上来说呢 中国和俄罗斯相对来说有一点距离 但是呢还要比完成质量 现在我们要看到就是黄秋爽的跳马 同样也是这个动作5.8的难度 好 完成的也是不错的 仅仅的也是一小跳 对 而且我们一会从顶级位来看一下 落得特别整 它的空中的高度要比江一元还要高一些 按照正常的打分会要比江一元要高一些 好 我们从回放中来看一下 基本上两个脚都能够落在中心线上 往前一小跳 蹦了一点 这次黄秋爽在团体项目上应该说也是身负重任 因为呢他要比这个跳马 高低杠 还要比自由操 他也是中国女队近两年涌现出来一个全能型的选手 他的四项的实力还是比较强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才法拉利的自由操的回放 难度不是特别高 他的成绩是14.33分 黄秋爽和江一元他们的这个女子资格赛之后 全能成绩是排在第四第五的 从资格赛的发挥啊 中国女队发挥的非常出事 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高低杠的场地 现在要出场的是罗马尼亚队 罗马尼亚队的波尔加拉斯 波尔加拉斯在这次的女团比赛中 也是要比三个项目 非常具有艺术美感的一位选手 我们也可以欣赏他的姿态 在另一个场地上 杨依林很好地完成了跳马 这样的话中国队的跳马项目 虽然有些弱 但是也是很好地完成了 这样可以在尽量在弱项上少丢分 那么刚才呢 波尔加拉斯罗马尼亚的选手 也是比完了自己的高低杠 波尔加拉斯的这个身体线条特别漂亮 特别是在完成自由操 还有这个平衡目的时候 你就能感觉到他那种舞蹈的感觉特别强 但是呢这套高低杠整个 其实整个罗马尼亚队的高低杠的难度 都不是特别大 这次要上决赛的三位选手 他们的难度都是在 5.67到6.2之间 罗马尼亚运动员的特点是特别能比赛 他们就是就是比赛的成功率比较高 好来看一下 波尔加拉斯这次靠高低杠的成绩 那么在这个赛当中当时是拥有6.54的赛制 罗马尼亚队的高低杠总分是排在第五的 14.466分 他刚才的下法采取的是肢体轰翻两周下 但是往前跨了一大步 这一大步至少要扣0.3 而且那个动作还不是特别难 那个下法是个地主的下法 他仅仅满足这个边台的要求 对 为了那0.5分 好 现在看一下 接下来要上场的罗马尼亚选手 德拉吉奥 登杠540接分腿的叶格 打一环360 登杠回环的360 接了一个十斤格 前摆180地杠倒立 灯杠回环 灯杠弧形再回来 下法 选通翻下 所以看这套高低杠的难度 大家可能都能够看出来不是特别的大 他这个就是比较没有什么特点 就是说都是一些大家都可以完成的一些动作的组合 从完成的质量看也不 脚尖和膝盖包括空翻的高度也都是很普通 相对于之前他的队友波尔加拉斯来说呢 他可能在节奏还有韵律上稍微要逊色一些 现在罗马尼亚队的这一轮已经比完了 也就是第一轮当中 他们的三位选手都已经比完了高低杠 杨毅林刚才跳的5.8画面上没有切出来 但是他的成绩打出来的是他的完全分是9.166 现在中国队的三票比完之后总分目前战列第二 目前排在第一的是俄罗斯队 但是现在我们主要看分差 现在两队的分差是1.1分 也就是两支队伍比完跳马之后总分差1.1 下面要比的就是中队的强项高低杠 从前面看的话因为跳马没太多丢分 因为从起平分上来说已经是丢到1.4 现在等于从完成分上我们还找到了0.3 所以下面就是在弱项上要死死的咬住对手 到强项上要实际的甩开对手 下面就是第二轮就要比中国队强项高低杠了 高低杠如果光从起平分上来看 我们领先对手是 将近有三分 这个起平分呢 因为江医员的起平分 因为上一场有一些他那个位置不是特别好 所以没有承认他 他的如果都完成好 要裁判都承认他的难度的话 他也在7分左右的一起 7.1到左右 7分到7.1左右的一起平 这样的话我们因为上一场他有一些就是说偏离了这个10度以上 这样就难度没有一些就没有进行一些那个承认 这个高低杠的他的这个难度承不承认 可能一刹那从不同的角度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从裁判的角度看清楚 就是你转体在握杠的一瞬间偏差的这个离这个垂直度和的这个角度 现在在回放杨依林刚才跳马的动作 他做的也是现在后手翻 这地空观转距720度 向后迈了一步 从空中的高度和幅度 因为杨依林他个子比较高 所以说他要比前两个运动员的你 这个腾空要高 幅度要大 另外空中的姿态 因为看我们可以看他的两只腿 并得很紧 看落地 动力性还是比较好的 如果往前跨一步 这动力就第二腾空就可能就要低一些 是往前跨 往后一把的动力性比较好 这样腾空的高度 所以他的得分还是在我们这三个选手里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杨依林在这次的女团比赛中 他只比这一项 对 这个633的赛子就是一个队的六名运动员 每个项目挑三个 一个最有实力最稳定的选手来出场 对动作的增减还会有些变化 因为考虑到 因为现在几个俄罗斯中国美国 这个从实力上来说 都差不多 所以比的还是一个稳定 为了不要为了零点一零点二 你掉下扣到点八或者一分 这样的话等于从比赛来说是不划算的 所以说在运动员在 在比赛的中 教练在会研究他的在动作的使用上 会比在资格赛中要进行一些调整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这一轮当中平衡木场地上 澳大利亚队的米特切尔 他是澳大利亚队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 平衡木也是他的强项 小翻小翻后直小小直掉下来了 太可惜了 这一串连接是为了拿到BBE加了那零点二 但是掉下来整整一分没有了 两个A组的跳步是为了满足编排的需要 蹲转 转了 转了 这个能算是一千零八十吗 没有没有道理 他好像差了一百八 七八二再过了一百八吧 他这种转体只有这个转了三百六以上 要七百二的话就会有加分